我们的那个在线的情况的话有问题也可以 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我们来说HA HA也是啊 HA我也做两个 因为我确实不一样 我其实我很想做 啊 往这个所谓的这些 不要让人一起靠 靠不前啊 为什么你看这个分内也是 你看这个 我先说一下这个华为大老就是吧 你你再待会说一下这个 此刻这种主位 我在华为我也玩过 华为这个变态这什么变态呢 对啊 所以说这个很全面的 我跟大家去说一下 然后你你再给大家 这个介绍一下这个主备 对HA和AA 还有我们的cluster啊 之情 华为呢他的这个方式呢 实际上是按照这个分内的 就是主备方式和负载分担 就是我们这个主备对应四个 这个这个active standby 我们这个负载分担对应这个四个的主书 就是act active 两个镜像方式 哎 华为造了一个镜像方式 这个镜像方式 其实像就模仿 这个四个的这个 standby 和这个active standby 啊就比较相似 对吧那你要说这两个重复啊 不重复 储备和负载分担在华为里面 他永远是两台设备 就说你为什么 因为他配的两个地址是不一样的啊 比如我左边地址是10.1.1 我右边地址就10.2 对吧他不可能是相同的啊 这没有相同的 所以在这个刺客里面 他实际上最后最终会成为一台 他在一个上面配某某地址 standby什么什么 他就会成为 这么一台就是地坛挂了以后另外一台 对吧 在华人里面看起来 他实际上就两台啊 我当然要去注意啊 实际上就两台 所以在准备的时候 他是按照这个场景来分类了 就说你这个业务接口是工作什么 就是防火墙你这些业务接口 是工作在哪里的 是三层还是二层 这个很有讲究的啊 在三层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要考虑你的实际的场景 你告诉你去接哎 我说接防火墙的 我说接路由器的 我还接交换机的 对吧 也就是说充足一点 我是接二层设备的 还接三层设备的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上下机交换机的时候 那你完全可以配主备和负载分担 这都来做 这都来做啊 所以他根据产景的 他不是说根据 这个像他们都是通用啊 通用 所以在华人里面 他是很讲究啊 你什么产品 比如说上下机交换机的时候 你就要用到他的VR系协议 VGMP和HRP 如果你接路由器的时候 他就没有VR 跟VR系没有关系啊 那就是VGMP加上HRP 然后呢 你可以上接路由器 下接交换机 这个可能比较 我们通用一点啊 比如我们最外面顶着一个 这个出口的风 这个路由器 下面我们肯定是针对于内部 我们肯定接交换机 这个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所以这种场景呢 可能在我们的效应 可能会最多 你不能都用上下接路由器 上下接交换机 这个不一定 当然我们也可以工作在二层 二层有意思啊 二层就是什么意思啊 二层就是说 你上下接交换机 还不能做这个准备准备方式啊 就是这个玩家啊 上下 上下 应该这应该算 应该上下接 应该是上下接交换机啊 为什么呢 应该是交换机 这应该是上下接交换机啊 这应该上下接路由器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上下接 如果接这个路由器的时候啊 接路由器的时候 你的主背就有毛病了 为什么呢 你主当了一个背再起来 背比如说他要接OSPF 他得行到你30秒 对吧 那你这30秒不止30秒 你要接OSPF时间 那接OSPF就当时间 他就大了 你的业务就完蛋了 对吧 所以呢 你这个主背的时候 应该是接交换机 当然交换机是什么呢 交换机如果你配负载分担 这两个一起中 就有可能会造成滑入 所以这个地方的成果 应该接上什么 接交换机啊 我刚才前面 昨天没注意啊 这个确实应该这样 不是说不能配 比如你配了第一个以后 你会造成 比如你上下接路由器 你会造成你的业务 会中断很长时间 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这个接交换机呢 你可以接 接了以后 你作为负载分担 又可能会出现滑入 能力全是的 对吧 都是交换机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 它时间就这么分 对吧 最变大一套产品 就是镜像 镜像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 这种方式呢 就跟这个斯科的 这个比较像 Active 300 但我建好以后 但我建好这个镜像方式以后 现在我配的所有名利 比如我配个地址 我这个地址 我穿电环一口 或者什么 我两边的地址是一样的 两边是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这种方式 会比较贴定你 这个斯科的这个Active 300 但是他有没有学到 跟约布一样在什么地方 就说你前期建的这些地址的时候 在没有形成信仰方式的时候 这地址还是不一样的 我左边是点一 我右边还得点二 对吧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因为它只能支持一种储备方式 如果你要两个一起使用 能不能用 不能用 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 还不如他自己本来的一个所谓的储备方式 因为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在什么 他要在华文里面体验叫同步关键配置 和这个各种状态信息 同步关键配置并不是所有的配置 这个我们的在线人家听懂 是关键配置 关键配置什么意思 你不能所有民营都能同步 比如OSBF里能不能同步 不能 OSBF为什么不能同步 很简单 因为它两边的地址不一样 那你在宣告的这个能一样吗 对吧 你肯定不能一样 所以这时候呢 他叫关键配置 你经常发信的时候 他就可以的 你说同步跟OSBF 对吧 因为他有配置有相同的地址 相同地址 他就可以了 这种就比较贴近一项 这个斯科技动的所谓的一个 ActiveSRMine这样的角色 所以华为的这个双机热备 他实际上用到了三个东西 VRP VGMP 和HRP 所以他的这个理念 跟我们看 左边的这个 所以这些我们很多的友商 其实还不太一致 是吧 你叫做听完以后 觉得他这个设计思路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我讲过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 好吧 我来说一下他们的不一样 就说斯科那个 不管是 就对我说主备吧 那个主备就是一个设备 就两个设备完全是一个设备 就是两个设备就是一个设备 其实就是这个效果 那么华为这个它是两个设备 它两个设备是其实是独立的 除了一些状态化信息 对 除了一些关键配置 其实就是两个设备 然后它怎么玩呢 就是说如果说是三层 三层我记得它还可以去对路由调优 一个优一些一个次优一些 自动设备扩死的值 自动设备扩死的值 然后如果说它是卡在交换机中间的 它会去控制生成速 然后一个是主用 一个是备用 对吧 它就是两个设备 它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它两个设备通过控制一些路由 在路由上耍一些技术 然后在生成速上耍一些技术 然后能够实现一个阻备相应的这种类似于这样的控制 路由当然可以两边都走了 对吧 但是刚才你说的这个 就是卡在交换机中间没法两边都走 那就出环路了 那么一般来说 就是用生成速的控制一个阻一个阻备 它是 反正你可以简单了解 华为是两个设备 然后他们同步一些状态化信息 然后通过了一些两个设备 两个设备之间耍一些路由的技术的一些花招 或者说是生成速的技术的花招 然后能够实现阻备 都走 就是这种作用 资科这个输入不是 资科的输入就是虽然做两个设备 但是其实就是一个设备 对 看起来就是一个设备 所以说你不存在耍什么花招 因为 就有点像这种 像是什么对底 交换机做对底 就是帮我强做HA 对吧 一样的 它这个也对在一起 这个现在也是两个方法就在一起 主备其实就是说走一边另外一边不走 然后负载分车的话就是两边都走 对对对对 反正都是耍的是一些路由上的技术的花招 或者说是这个生成速上的这些东西嘛 是吧 其实就是有一台设备 虽然说两台设备 另外一个是完全设备 没有用 就是一台设备 而且配的时候其实也是一台设备 然后呢 主主呢就是ActiveActive 其实 其实它是两对设备 它是两对设备 每一对呢 其实也是蓄理出来一个 相当于是这个两条路可走 两条路都可以走 你要从路由上来去设计的路由 你走这边又走这边 它一个叫两对设备 叫两对设备 两对设备 那么一对呢 设备出来一个 然后呢 就有两条路 然后就有两条路 好吧 就这么个东西啊 集群你们这没有吗 集群我们仕様的少 集群你这个解释一下 集群华为做集群这种也有 但是非常少 不太常用这个场景 集群这个技术呢 应该说 基本上我见到的厂商 应该都类似于有这样 这样的技术就是有一个集群 就是多个设备 很多设备 对对 你看我刚刚刚讲的这个组备啊 还有组组啊 这些东西啊 都是 就是两个 对吧 两个 你们这个也应该是两个 是吧 但集群呢就是说那肯定不是两个了 四个八个呀 这都没问题 数量上是可以比较多 但是集群它有个问题 集群呢就是说 一般来说呢 这八个当中呢 有一个是主用 然后往往呢 这个流量呢 先到这个主用上来 然后呢 有主用呢 来有个算法 然后呢 来把流量再分下去 那是你来分流量 那这个这个这个不相当于就是 比如我现在有一个一个 区的设备来来同管 我给哪些做分做分配 是这意思吗 对 他或者说他或者说有个算法 对 能够算出来 到底你这个流量 到底应该走哪去 这个流量应该走哪去 华为你们有个叫服务器的负载机盘 它里面有各种算法 它也是 就比如我里面有好多服务器 华为那个NAT 我其实我们还漏了一个 其实在墓地里面还有一个 我其实我还漏了一个 其实还漏了一个 它应该叫做什么 叫做SLB 华为里面是什么 叫SLB什么意思 就是他那个 你比如你多过 我不知道这个词课里面 你不忘了 聊一个话题 就是你有多个服务器 你这个内部有多个服务器 那这就是你外面要访问 这个里面的多个服务器 这个你虽然叫负载巡航 那玩意叫负载巡航 对对对 我们叫我们这里叫 这个叫服务器的负载机盘 叫SLB 就通过那边 我这个集群是说 他有个算法 能够算出来 到底这个流量的一个绘画 到底应该走了一个防火墙 或者说有一个中心的控制器 然后由他来帮你来算 你这个流量应该走哪 然后他把流量给倒过去 这个做法有点小问题 就在于什么呢 你可以这么认为 就是这个 比如说你八个 那比如说每一个设备 假设是一季度量 那么可能我们梦想的可能是就八季 对 就八 是吧 但其实呢 它的消耗会很大 它的消耗会很大 我觉得大概应该只有60%左右 那这个 也就是说那一季乘八 然后才 然后再乘百分之六十 那可能就是四点几个 四点几个季 对吧 对 就是说它的耗费量 它的消耗量 就是有些就被消耗了 因为它这个算法嘛 对吧 因为它的负载就用算法嘛 其实也挺麻烦的 到一个设备 然后再算 然后再分下去 它的消耗量是比较大的 相对于其他的一个组备 像组备是 组备的话 相当于是 就是正常我这个设备 我这一个设备 反正全部能量 我都可以发挥出来 对对 另外一个就没份 你在组处的话 你然后组处的话 其实你只要路由社 两个设备的能量 其实都可以发挥出来 是吧 当然组备 只有一个设备能发挥了 但是你如果说两个双A的话 其实你两边设备 只要负担的好的话 它的消耗量是很小的 是吧 对 集群的消耗量会比较大 但是你扛不住它多 对吧 你再怎么你效率再高 你只有两个 我效率再不高 会有八个 我再怎么 我再怎么利我消耗高 但是其实我的整体吞吐量 也是比你这个两个怎么演的 这个实际上 为什么不能做 为什么叫双击六倍 双击指的是什么 只能两个 只能支持两个做 这个超级热备 所以他搞不了 这个所谓的 你像这种在剧情里面 还那剧情只是说 他他已经用 这个负载分担的方式 不是不是不是 是用可靠性的方式 对吧 你叫什么 你这个剧情 你不能创作为 他叫一个什么 这个热备技术 对吧 他只能是一个可靠性的方式 对不对 高可用 高高高高高 高可用性 是高可用性 然后有可靠性 对吧 高可用性 但是他的问题 其实我刚才说过 就是消耗量比较大 消耗量一般来说比较大 我觉得好像也就60% 好像就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像7% 8% 没有 没有吧 好像比消耗量都会比较大 而且有时候还是在看设计 就要看你这个master 你可能要先到一个master上面去 然后他还在转 那个master的消耗量也会比较大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应该属于一种可靠性的 或者说你刚才高可怀用 一样的 这种他应该不像你这种是叫所谓专机热费 专机热费他过敏词一起肯定就两台嘛 专机对吧 然后我们热费背什么东西 背专态信息 背什么这个关键配置 对吧 或者背这个配置 我觉得这个激情我觉得这个我还应该也支持激情 就是我们没没没去没去查那个他的激情 因为我们基本上用的比较少 或者说我们基本上在这里在我们的这个里面也没有用过 这个我下去关注一下看看他那个激情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在现在也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华为机做激情 因为激情这东西的思路都来自一下什么服务器做激情 或者什么很多设备做激情 基本上都是可以做激情 是吧 OK 这个所以他们俩的思路我觉得是又是完全不一样了 叫什么 所以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好像都是思路都不太一致 其实最后一个我觉得也似乎不太一致 你看这个双天教组还有什么想法吗 嗯差不多吧 反正就是思维方式我觉得是确实不太一致 华为也是简单说就是说你两个设备是 对我觉得华为也是他两个设备 就是一些路由技术和深圳术技术 斯科这个玩意基本上是就是AS就是一个 A就是它是两对 但是蓄力出来两个 然后基本上都是路由技术 斯科不玩 斯科没有深圳术这种概念 没有这深圳术这种 其实华为技术应该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VRP的技术 它深圳术交往技的时候 它用VRP来搞定 实验术它只是用来可能反应 斯科有集群 集群集群很多点了 集群都出来很多点了 只是消货率比较高 前面我们再把这个蓄力防火箱聊聊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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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